第十二集 营货 不要乱说 铜棺翻倒 那棺果盖没有稳定下来 方才肯定是发生了位移 林家很平静地这样说道 稳定在场众人的情绪 九具庞大的龙狮皆长达百米 林家森然 乌光点点 横在了不远处 青铜棺谷 租有二十米长 压在五色祭坛上 带给人以强烈的不安 我想我们还是集体去探索前方那团光亮吧 我也觉得大家应该一起行动 不少人都这样建议 很显然是心有剧意 几乎没有人愿意再继续停留此地 最终 所有人一致同意 集体前行去探索那团光源 这片大地上 全都是由红褐色的土壤与沙粒组成 空空框框 巨大的岩石只是零星地点缀着 当走过方才那块登高望远的巨石时 刘云志惊讶地发出声音 那块巨石上有自己 绕到那块巨石面向光源的那一侧 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巨大的骨子刻在尸体上 每个骨子都足有五六米高 铁钩银滑 仓金有力 大气磅礴 像是两条怒龙盘旋而成 比如今的字体繁复很多 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古代刻下的 也不知道存在多少岁月了 众人聚集在石壁前 凝望两个苍进的骨子 很多人都皱起了眉头 难以辨识出意思 这似乎是中顶文 第一个字应该是赢 周易辨认出第一个字 他促起眉头 我们到底来到了怎样一个地方 确实是中顶文 这两个字为赢祸 叶凡辨认出这两个字后 随口说了出来 他看似平静 但两个字所代表的意义 却着实让他内心震动无比 赢祸 怎么会是赢祸呢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不禁望向天空 可是现在虽然很昏暗 但星辰还没有出现即刻 萤祸 什么意思 萤祸是一个什么地方 不少人都不解 不明白这二字的含义 周易听到萤祸二字后 也如叶凡一般心中矩阵 脸色有些发白 萤祸火光 里里乱祸 我们真的 没有办法回去了吗 什么意思 这是哪啊 众人惊疑不定 王子文在听到萤祸二字时 也明白了他所代表的含义 为众人解释道 这里 恐怕已经不是地球 萤营似火 古称营火 为不祥的征兆 在古代将火星称之为营火 在无尽岁月前 古人便早已注意到火星呈红色 亮度经常变化 萤营向火 而且在天空中运动 有时从西向东 有时又从东向西 情况很复杂 令人迷糊 萤营火光 离离乱祸 在古代称之为营火 古时帝王迷信 既旦这颗灾星 认为他遇事不祥 没有出现 不是宰相要被撤职 就是皇帝要死 对于这种迷信传说 后世人自不会相信 李小曼身边的凯德费尽心神 明白营火二字的中文含义后 又是抓红褐色的土壤 又是敲打岩石 不断观察地质 惊得连连怪叫 这怎么可能 很多人沉默结舌 根本无法相信 眼前这个事实 我们脚下这片红褐色的大地势 火星 我们已不在地球上 认识谁听到这个结果 也会呆呆发冷 根本没有任何道理 半小时前还在泰山之巅 半个小时后 却站在了营火古星上 这简直是天放夜谈 林家身材修长 妖娆多姿 此刻漂亮的脸颊 有些发白 单放眼 飘向众人 现在 我们只是看到了 正面时刻而已 还不能真正确定 是否真的在银火星上 可是 据说在干燥的火星表面上 遍地都是红色的土壤雨沙里 我们眼前所见的景象 不就是如此吗 有位女同学带着哭腔 人类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就已经发射过太空探测器 探索火星 1997年火星探路者 更是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 几数十年来的探索 人类对火星早已不再是茫然无知 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火星土壤中含有大量氧化铁 由于长期受紫外线照射 整个火星 就像是一个生了锈的世界 与我们眼前所见到的景象完全一样 难道 难道我们真的离开了地球 此刻 正站在另一个星球上 一位男同学 用力攥紧了拳头 直接都已经发青了 如果真是站在火星上 我想 我们不可能生存 没有足够的氧气 没有适宜的气温啊 李小曼这样说道 尽管他脸色很苍白 但是这些话语说出口后 还是让不少人 生起了一丝希望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叶凡 庞博等几人 始终很平静 他们确信已经不在地球 还有比这再坏的事情吗 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 也不过如此罢了 众人在这块巨石前停住良久 最终离开 继续向着远处那微弱的光源前行 看似不是很遥远 但是走出去五百米后 依然未到达目的地 看样子 还是要走上同样的一段距离 众人心事重重 很少有人说话 显得很是沉闷 生怕前方那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 庞博用力将脚下一块碎石踢了出去 带起了一片尘土 就在这个时 他露出了惊异之色 他注意到 那踢出去的石块 似乎是一块瓦片 啊 真是瓦片 当捡起那半块残碎的瓦片时 他历时确认 这是人工制成的粗瓦 顿时 一群人都围了上来 观看这块碎瓦片 不少人都露出激动之色 既然有瓦砾 一定有建筑物 这片大地上有人居住 不仅仅是一座五色祭坛那般简单 我没有救了 是啊 我们一定可以脱险 悲观的情绪减少 喜悦的心情多了一些 众人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 此刻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天空中繁星点点 夜凡仰望星空 发现一轮模糊的圆盘挂在天边 能有在地球上所见到月光的一半大小 足以证明 此地不是地球 而在另一个方位 还有一颗拳头大小的亮星 比一般的星辰亮很多 但又比那颗小号的月亮暗淡一些 称之为星辰过于明亮 称之为月亮又过于小与暗淡 周一 王子文 刘云志就站在不远处 他们注意到夜凡的举动 也不及阳天观看 当见到两轮秀小的月亮挂在天边 他们顿时变色了 了 你 一下子 留意